这会儿啊,就有这四川当地的五官,哎,您比如说吧,这四川提督郑文焕,就像这个朝廷建议说呀,说和平是可以的,不过呀,必须得绣出胳膊根来呀,让他们瞧瞧,要不接,哎,我的皇上老爷子,您光凭这个上嘴唇碰下嘴唇,二摸手指都战兔嘛,您那点儿资重啊,哎,您是拿不回来的。 您好,我是昆仑刘石,欢迎您来到书馆啊,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,今天呀,咱们继续聊这个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,哎,有人说了,今天要是正式插把开始讲这个十大武功啊,要是从时间上论呢,咱们得先从那个大小金川之义开始讲,可您别忘了呀,这大小金川之义,我们都知道啊,那是清朝政府在乾隆年间和这个西南地区的藏仪, 发生的平乱战争,这金川之义啊,两次它都是大仗,这中央政府,哎,就是大清朝廷啊,耗支费啊,花了这国币躺银呢,据说呀,都是以万万为单位,那打这么大的仗,那得说是晕为什么呀,哎,这就是今天呀,咱们在书馆要交代清楚的这个战队之战,如果呀,没有今天咱们这段书,上来呢,就讲了金川之义啊,那咱们听着, 就有点愣,所以说呢,这盐从哪咸呢,醋打哪酸,咱们呀,还得从头把它捋清楚了,那有好朋友就得问了,说这粘队在哪啊,听着怎么不像个地名啊,哎,这粘队呀,它在四川,过现在话说呀,它在这个四川,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农县, 可是学徒我呀,对照了一下这个清代和现代地图,发现呢,这个粘队地区呀,应该比现在这个新农县要大一点,哎,它是在这个雅龙江上游地区呀,东林卢祸道府,这个南街礼塘雅江,北靠甘孜,哎,也就是说呀,在这个成都平原以西的这块土地上, 从这儿啊,往东不远的地方啊,那就是大小金川,在这个地区呀,雅龙江东西,夹江而居的,一共大概有二十多个大寨,哎,小寨就数不清了,这儿可是进藏的咽喉要道,东西呀,就有两条大路,南北呢,还有三条大路,这个地方的居民呢,就一个特点,哎,没有汉族人,寨子里居住的呀,多数都是藏族人,还有少部分呢,是遗族同胞, 咱们在讲这个苗江之传的时候提到过,这一地区呀,在明朝的时候,这大明的朝廷啊,采用的是以夷制夷,所以说这儿啊,它有吐司,并且啊,这明大朝廷啊,还给这儿的吐司颁发了印信,可是转眼间呢,这大明朝啊,它结束了,到了清朝,哎,也就是这个康熙四十一年的时候,那一年呀,按功力算应该是一七零二年,这针对地方的吐司啊,就找到了, 当时在四川最高的行政长官,哎,当然了,这个行政长官肯定是清朝的行政长官,主动的交出了这个明朝啊,授予他们的印信,跟这个清朝的长官说呀,说我们也不要高职,给我们这个地区啊,我们这投人土官啊,一个无品的安抚使就行了, 从此以后呢,这个粘队的地方啊,就是大清国的地儿了,这大清朝的一听,这是好事啊,不战而缺人之兵,那当然是这国之善事啊,于是就按照他们的请求,授予了他们无品安抚使的这个印信,到了雍正六年的时候啊,把这些安抚使啊,又细化了, 这粘队啊,分成了上中下三个粘队,并且也设了三个安抚使,哎,这个地区呢,就叫做三粘,哎,这个藏族同胞要说彪汉的,那就是康巴汉子,哎,在四川地区生活的这群藏族同胞啊,在清朝那会儿啊,是非常不通王话的,那民风啊,彪汉之极,这个地区生活的很多藩子呀,那都是白日啊,入农为民, 这到了晚上呢,拿起锄头就上了路口了,那就是行抢啊,就是匪徒,开始啊,还是抢一些啊,从中原通过这个四川进藏的一些刑伤,到后来啊,了不得了,干脆啊,就打起了这个官军和这个军属的这个主意,路上落单的八旗兵啊,被他们抢劫殴打呀,时有发生,叹为官旨的呀,是竟然有这个官军的眷属被抢上山,做了压债夫人,雍正年的时候,这中原人, 南疆政府是连脚待斧,这一地区啊,倒是还平定了一段时间,这不转眼吗,这祸事就来了,到了什么时候了,乾隆二年了,乾隆二年的时候啊,这川山总督查郎阿,帮着这个下沾堆的吐司,转奏朝廷一封奏折,这奏折的内容是,这下沾堆的老吐司,哎,过世了,他的儿子搬滚,要求继位,请求朝廷奏准,并且呢,这里边啊,还有这个川山总督 渣郎阿的家条,这家条上面写的清楚,下沾堆土木搬滚,准承袭付,侧冷滚布直辖换给浩子,将依附原领浩子撤销,这一呢,是这个下沾堆土司搬滚的请求,这二呢,是这个渣郎阿,也就是地方最高长官啊,哎,已经认同了这件事情了,那么这乾隆皇帝他乐意不乐意,说实话,这乾隆皇帝他不乐意,因为啊,这四川正在推行改土归流, 你这个明显还是这父死子祭的吐司制,可这乾隆皇帝考虑到啊,那沾堆地区正是四川进藏的咽喉之地,在大清朝啊,想进藏啊,不是没有别的道,可是啊,都非常艰险难走,只有从那个四川入藏啊,才是官方的一路,乾隆皇帝早就听说啊,这帮滚正之壮年,并且啊,在当地土人当中啊,威信极高,说是啊,这下沾堆的首领,实际上啊, 对三堆地区都有号召力,这乾隆皇帝就想啊,若能对此人好好安抚啊,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,那肯定是有帮助的,哎,实际上啊,这乾隆皇帝算是想下了心了,这搬滚呢,那着实不是什么个老实东西,这不不想发生的事,哎,他就来了,在乾隆二年和乾隆八年之间啊, 这个地区看似平和,但是啊,在官路上被抢劫商旅,抢劫官兵的事情,还是时有发生,只不过呀,规模都不是很大,到了乾隆九年,出大事了,四川巡抚,济山呢,向朝廷奏报,说这个江卡撤回的官兵啊, 一队人被这个甲霸抢了,哎,这回啊,新名词来了,什么叫甲霸呀,在这个地区啊,生活着众多的这个蛮帆之众,民风彪害时不时的下山啊,来抢劫官路,这原来啊,是小谷的,没有组织的,这土司们呢,还出来啊,平定平定,这些藩蛮呢,还王化王化,可是到了乾隆九年,下山抢劫官兵的,这些已经不是那些灵 灵散的生犯了,是一群叫做夹霸的专业部队,是这土司换养的,专门用来抢劫的一群人,那这些人就更加凶悍了,哎,是当地土司啊,给他们撑腰,哎,有的呢,干脆就是土司换养,那这些人就厉害了,比突一不狗还横,哎,我下山抢劫你啊,你要是给我,就算我抢你的了,你要是不给我,我弄死你,算我捡的,那这么一来啊,这个事情奏到这个乾隆皇帝, 那这乾隆皇帝就有点急了,本来啊,乾隆皇帝认为在这个地区,还是尽量不动刀兵,因为啊,必定有当年凭苗疆之乱,那样的前因,这乾隆皇帝深深知道,在这个深山老林,这四川地区作战呢,这后援补给啊,是一个相当费劲的事儿,一个兵在前方打仗啊,后边得有十个补给人员给他们供给,别看啊,在那只是这几千人,一万人的小规模战争, 那花钱花的扯了去了,在乾隆初年的时候,这乾隆皇帝心中啊,有个定数,他认为啊,这个家兵不祥,就是再好的部队啊,那也不是什么吉祥的玩意儿,不管呢,这正义在谁手里攥着,最后总结起来,这些部队都是用来杀人的, 这古今一礼啊,到今天也是这样,穷兵独武,他没有用,最高级的那还是坐回谈判桌啊,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一切,这大炮一响啊,无论对哪一方,都属于是下下错了, 可是啊,这事情到这一地步啊,这乾隆皇帝也是很生气了,于是啊,就传指四川巡抚祭曬,让他呀,和这些吐司交涉,让他们把这些强走的东西啊,归还回来,并且保证啊,以后再不能派这个甲霸出来强掠,哎,也就了事了, 可是这会儿啊,就有这四川当地的武官,哎,您比如说吧,这四川提督郑文焕,就像这个朝廷建议说呀,说和平是可以的,不过呀,必须得秀出胳膊根来呀,让他们瞧瞧,要不接,哎,我的皇上老爷子,您光凭这个上嘴唇,碰下嘴唇,二摸手指都沾兔吗,您那点资重啊,哎,您是拿不回来的,这乾隆皇帝说,说这帮土人他有那么厉害吗,要不然咱们先要去试试, 可是就在这时候,乾隆十年,哎,那年是1745年的三月,又出事了,这个甲霸呀,又下山抢劫了,这回抢劫的那可不是行军的队伍,这回抢劫的是住房点,这帮甲霸呀,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,竟然冲进了川山总督庆复下属的驻兵营,把这个营中啊,是移动强掠,最后一调查呀,这群甲霸, 就是这下山堆土司搬滚的下属,这庆夫那可是川山最高的军事长官,他哪受得了这个呀,于是就命人找到了这个下山堆的土司搬滚,让他交出脏物,这搬滚呢,真行的出来,说对呀,是我们抢的,不过是谁抢的我可不知道,你看啊,这有啊,这个三根枪,四根火冲,哎呀,两块盾牌,你拿回去吧, 我们大概其呀,也就抢的是这些,什么,还跟我要人呢,我不是刚跟你说了吗,我不知道是谁抢的,下回不抢了就结了呗,这庆夫啊,接到回奏之后,一手捂着心口窝,一边喃喃自语道,孙贼,你等着我的, 您别看他撂狠话,他自个儿啊,也不敢拿大主意,于是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完全奏报给了朝廷,奏报给了乾隆皇帝,并且在夹条当中啊,是这样起奏的,说这帮土蛮啊,不动刀兵是万难臣服,并且呢,若保证西南通葬大道之畅通啊,哎,那是必然得平定这夹霸之乱,乾隆皇帝接到川山总督庆复的这道奏, 后报之后啊,琢磨了琢磨,哎,给他写了回函,说看来啊,有不得不如此之举,然必想妥为之啊,以欺一劳永逸,哎,这算是乾隆皇帝啊,对,粘队用武啊,持肯定态度了,那么至于是怎么打,还得靠前线这两个武官,也就是川山总督庆复,和四川巡抚继山来定章程了,哎,要说这场仗啊,打得呀,他不够露脸,窝头翻个儿,他是有的, 多大的眼呢,他就陷了多大的眼,并且这乾隆皇帝啊,还被前线这两个武官啊,给糊弄了,这也是这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啊,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评判战争, 阔胡啊,这苗江一战呢,他不算,为什么呢,这苗江平叛呢,起因和发展的呢,都是啊,从那个雍正年开始的,要说这乾隆年的第一战呢,那还得说是这战队之战,弄得这乾隆皇帝啊,根本就没把这战队之战写进十全武功当中, 那么您要是想知道啊,这乾隆皇帝是如何被人骗了的,那好吧,明儿您早来,咱们书馆开书啊,明天接着说,拜拜